大家好,我是新走飞 前几天,九五七在直播的时候 好多人都在下面留言 说要叫她为女婿 但是可能很多粉丝都不知道吧 九五七早就已经有老婆了 甚至有很多次她出门的时候 都是她老婆给她拍摄的 就是那种影片 九五七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可能会没有老婆呢 然后她只不过是没有展现出来 只发过一次,大家后来又给删了 所以说如果九五七不想给大家看的话 大家就不要去深究好了 不要去探究 如果是她的那个 就是说真正的朋友的话 都知道她 都知道她有老婆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粉丝的话 有说心里想去找九五七的那些女粉丝之类的 所以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不管说九五七这个自媒体上做得很成功 但是还是看到是她自己努力的 所以说前期确实人家也吃过很多苦的 刚开始是一辆面包车 开始在外面流浪式的那个拍摄 已经拍了好多年了 这个旅游自媒体贴纸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要做起来的话 要用几年 然后是两年三年 甚至四五年的时间 才能慢慢就是粉丝慢慢多起来 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近也看到她那个心态也好多了 因为她有有有有棒的嘛 不仅有老婆还有道长 有道长的陪伴 道长都是给她做一些素材吧 而且她身体状况也好多了 前段时间她不仅有糖尿病 而且还有那个她的脚有那个骨质疏松 是老化了 应该是骨质疏松 现在最近她脚也能够症状走了 血糖经过这么长的那个时间 用药也已经就是控制下来了 血糖已经降低了 如果有粉丝就是关心她这方面的话 就是大可不必了 因为她现在儿子过得挺好的 挺潇洒的 每天去各地有不仅能够有道长陪伴她 而且还有老婆 而且各地方都有美食 而且还每天都能去那种特别风景特别美的地方 她活得肯定是比你们好的 你们放心好了 最近她去了广西 广西有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里面有好多店都是半夜开门的 她都要去打探一下 这个是之前她都为这个吃过吃吃吃亏 不知道她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吸取教训吧 人家在那里肯定都是低头舌的 半夜开店那是什么好店呢 人家也是地方上的低头舌吧 不要轻易去了 像这种低头舌你来之后搞不好很危险的 所以说这个九五七还没吸取教训呢 但愿她能多去一些就是各地一些民伤大圈 能够拍出一些风景大片 然后让你们这些粉丝跟我们一起观看这些风景大片吧 每个就是我们广大的粉丝好多都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条件吧 去就是各个那个风景去美丽大圈 那个也没有这个契机吧 去祖国领域那个祖国的大好和尚 她要是带着我们去那个观看各地的美景 这真的也是一件其乐隆隆的好事 让她那个就这样一直给我们拍各地的那个风俗啊 美貌啊这些风景 然后粉丝们只看风光大片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就没必要那个担心了 她不管是身体还是个人那个感情啊什么的都好了很的 每天过得也挺开心的 你们不用担心好了 好处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